画面中是伊甸邀请的营养师翁祥玉 在现场展示即示范三道菜 还有一个甜点的年菜套餐 目的是希望让长辈和身心障碍朋友 在家中也可以享用安心 营养健康可口的年菜大餐 让弱势长辈可以更健康快乐 参与的议员们也都感谢伊甸的分享 主要就是我们有红韵当头 就是上面可以看到的 再来就是步步高升跟年年有余的三个主题 那我们就分别来一个一个做个简单的介绍 那第一个红韵当头 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红烧狮子头 那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层次 因为我们有猪肉啊 豆腐红萝卜的 所以口感是绵密 然后味觉层次也很丰富 那其实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的第二道是步步高升 我们使用的是萝卜膏当做主体来制作 那一样它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我们是自己做的萝卜膏啦 那其实如果是外面市面上要买的话 可以去买素食的萝卜膏 它会比荤的相对来说比较柔软 那比较绵密 层次感也比较丰富 我介绍这个就是鸟鱼沙沙 那番茄沙沙 那像这一道呢就是一个鸟鱼 那鸟鱼其实对我们的长辈们 在蛋白质的摄取 还有一些丰富的一些营养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番茄 因为番茄对我们的一个生理和一些智力上的一些助长也是很好 那我们会使用一些那个马铃薯泥也是搭配在里面 所以它的一些淀粉质和一些糖分 它们其实都含有在里面 那我们呢有一些海藻 然后我们把它弄碎了以后呢放在里面 那所以它其实在这里面 它就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价值 那像这些呢都是属于比较软性的一些食物 那我们可以把它们都做好之后 然后再把它分成一份一份的这样做好之后呢 让长辈在吃的时候可以一口 其实它就可以吃 那吃了之后它其实很软 那软化的时候 其实让它在吞咽的时候也很方便 而且我刚刚看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棒 用天然的食材色香味俱全 尤其是步步高深 因为我们家里都有很多那个年糕 都不知道怎么弄 然后它教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这个 那些年糕能够更升级 因为它用了那个蛋黄下去 来加上我们的萝卜糕 让我们有步步高深的感觉 然后呢它刚刚又有这个芋头 那遇见幸福 让我们能够吃到芋头 然后又吃了心里又喜滋滋的 然后再来呢就是它用那个番茄 还有我们的这个天然的那个茄红素 然后加入我们的食材里面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吃的 真的是看到这个看到颜色 缤纷的颜色真的是吃了心里也很开心 我们第一个就是让长者呢吃的健康 而且吃的安心 还有呢更顺口更爽口 而且呢我看到我们的菜色名称 刚好有一个遇见幸福 它正好呢是私域呢 我们的一直以来的slogan 但是我这个玉的话是这个上面一个日 下面一个例也是芋头的芋啦 祝福大家呢 娃娃寒吉祝大家平安吉祥 健康大胆吉 这个对特别是年长的特别有意义 特别有帮助 那也就是说伊甸非常用心 然后把很多的年菜 特别为我们这些年长的来设计 那我想过年到了 大家也都非常需要聚在一起 怎么样吃才能健康 怎么样吃才会好吃 怎么样吃才容易吃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想这是伊甸对我们社会的贡献 也他们的爱心 这个规划让弱势与长者 可以更有尊严的享受美食 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都相当有帮助 声音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也欢迎常召相关机构 或有需要的民众来索取食谱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